这个问说如果对吧 其实我就突然想起了一首歌 一个人唱的 就是如果有一天对吧 如果有一天 这其二勇气对吧 你看前两天 尤其在周五的时候 基本上是普爹的时候 我们多数投的者 其实是什么 基本上勇气被挫败了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我们之前很多投者看 牛市的勇气哪来的 对吧 那不就是政策给的吗 那好 这一次勇气没了 梁静如给的 是不是 所以说这是这样的 对吧 我一再强调一个点 是在于什么 就是这个阶段是政策停没停止 没有停止 对吧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跟小白就问 那个关于货币政策 那我们就是宽财政 宽货币的组合 就已经带来的什么 市场的流动性 这是其二 你要知道11月份 这个当家 谁最着急赚 我们要知道谁最着急 不就是大基金这些持股吗 你就看吧 大基金持股 你看人家今天涨了2.73% 咱们导播老师帮我切一下 就是这些公务的 他们比较着急赚钱 你看为什么今天指数好像波澜不惊 但是你看他也接近于前期高点 而且近期放量 好了 再结合 咱们导播老师切一下 我们在10月底的时候就强调一点 11月份是基金的排名债 对吧 这个时候不是说我们普通投资者 着急赚钱 我们其实不着急了 为什么 该解套的都解套了 我们很多普通投资者 其实在这个位置 好像预期不像之前的 9月底那么高了 什么4000点5000点 没有那么好像高的预期了 只是说 我在10月9号 我进的能不能 我解套 现在解套了 心满意足了 对吧 有没有说这个更大的信心 或者是勇气 刚刚星期五的时候 被梁静如的勇气给挫败了一下 现在好像 这个一夜之间又开始回本了 你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转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 之前追求女神 对吧 这个女神不搭理你 是不是 现在好像女神突然搭理你了 你有点不太适应 就有点这个意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提明白 就是如果有一天是 如果是谁如果 那大基金现在就是 如果他在增仓 他现在着急赚钱 那大基金现在就是 具有定价权 同时政策不止 这是其二 你的勇气不是来自于涨跌 你的勇气是来自于 政策还是形成一个上行 对吧 你挫败不能说 勇气没了 是不是 梁静如又唱勇气 给你勇气 那不行是不是 那得找到六眼飞鱼 是吧 所以说随时关注我们 MBM证券服务频道 这个阶段 其实是什么 就是你要知道定价权 政策的导向 以及资金不止 你看昨天有一个 秒光的 一日庆的 这个A500ETF 对不对 你看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了 这是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是什么 连续25个交易日 万亿以上 今天第26个交易日 这可以说是自2015年以来 创出了这个什么 峰值了 所以我们在近期关注两点 第一点一定是政策 第二点是资金 如果政策不止 同时资金在持续的 在万亿以上 那OK了 只是这个板块 轮到哪 然后同时什么资金出手 这个其实才是市场的本质 冲不冲高点 突不突破 你看这个位置之前 很多人套在3000点 好 套在3000点 给你到3000点的时候 您解套了吗 没解套 涨到3600了 反而您追进去了 那追进去说又被套了 现在又开始什么 解套3600点的筹码 好了 现在很多一些持有的都已经解套了 解套之后 现在又开始往上看 什么能不能到4000点 就是我们的欲望啊 我们的需求 可能有的时候什么 刚开始看的是这款女神 然后又是那款女神 不同的女神 都想战友 咱就留点心 稍微的一步一步走就完了 就这意思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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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